先来关注今天的热点头条 拜登政府周二提出新的签证和入籍费用结构 提高了与商业相关签证的申请成本 同时维持或降低了人道主义签证的成本 移民局USCS表示 拟益规则将使该机构的收入费用 从平均每年的约45亿元增加到每年约64亿元 移民局的大部分收入来自于申请费 尽管拜登政府和国会在过去两年当中 拨款帮助该机构处理积压申请 据报道移民局在疫情期间 因为冻结招聘而失去了工作人员 新的费用结构将使其能够雇佣近8000名新员工 以更快的处理新申请和不断增加的积压申请 但一些申请处理费的激增 可能会让一些申请人望而却步 例如一类投资签证 EB5的申请是目前最昂贵的申请之一 费用为3675元 根据新规定 该类型签证的申请费用将飙升至11160元 公司非营利组织或大学等机构面临的情况类似 如果他们想要赞助移民劳工 很快就会面临更高的费用 除了申请费用的上涨 拜登政府还提议对工作签证申请者收取600元的庇护费 拜登政府希望能够在边境完成庇护申请程序 这将把移民法官的权利转移给边境庇护官员 而新收取的600元费用将被用于补贴这部分调整 在移民局的新提议之下 H1B签证的主要申请费将从460元增加到780元 再加上庇护费总共需要1380元 与注册H1B签证相关的费用也从10元暴涨至215元 但这一增加与补贴庇护计划无关 跨国公司雇员使用的L签证费用 也被提议从460元预升至1380元 算账庇护费将达到1985元 目前为雇员申请H类和L类的雇主 已经需要支付一些其他费用 例如500元的欺诈检测费 而那些想要将临时签证转为永久居留权 即绿卡的申请者所支付的费用也会增加 个人申请调整身份状态的费用 将从每位申请者1225元上升至1540元 那些希望在申请期间得以工作或旅行的申请者 需要支付2820元 美国官员希望入籍费用能够尽可能的保持不变 但根据新提议 入籍申请费仍将从725元上升至760元 移民局拟议的规则将是会提供60天的时间 以供公众提出意见 在接受并考虑意见之后 移民局将发布最终的实施规则 最终规则可能会在此过程当中发生变化 每天与您不见不散 前仔终编则 感染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